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16日 加拿大御华的为王 周五清早 每周金杯分组赛继续进行 其中B组一场对决中 海地与加拿大短兵相接 此前世界杯中北美洲外围赛中 加拿大两回合总比分4比0淘汰海地 优势十分明显 此番每周金杯在战 加拿大依然可以看高一线 海地上借美洲金杯表现不俗 分组赛投名出现 一直来到准决赛中和墨西哥基站 至加时才遗憾出局 而后者也顺利夺冠 可以说 今借美洲金杯海地是带着一定的期望值来的 然而分组赛首战海地就被东道主 美国泼了一盆冷水 开拨8分钟 就早早失求以0比1落后 尽管此后取得了一定射门机会 但依然无法追回比分 最终惨遭开门黑 首战失利对海地打击不小 须知道 他们已经超过10年没有在分组赛首战落败的情况下出现 再加上还要对阵不久前在世界杯中北美洲外围赛中 淘汰几队的加拿大 海地经突出击冻过水 加拿大上届赛是在半准决赛中被海地淘汰 前者在上半场二球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被连入三球逆转 早前6月两队在世界杯中北美洲外围赛再次碰面 加拿大两回合总比分4比0完胜对手复仇成功 显然他们已经吸收了上届杯赛被海地逆转的前车之鉴 即使领先对手意不能太过大意 最终也如愿淘汰对手 加拿大目前近况相当出色 处于各项赛事7连胜之中 最近6仗更有5场零封对手 表现非常亮眼 不过上仗每周经杯首战面对马提尼克却早早失球 好在球队绝对实力碾压对手 最终狂入4球反胜对手 加拿大封线上 多位球员都拥有不俗的破门能力 其中比希达斯射手希勒拿连上战位球队 攻入颁平比分的一球 而经验更为丰富的凯列特则在上次和海地交锋时 攻入锦上添花的入球 加拿大金扑在战海地 胜出方已经呼之欲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